这局游戏我一楼选了个机枪 然后二楼反手选个打野 三楼反手选个对抗 就成中路了 根本没有献权 我都服了这些人了 哈克被翻译 你活该 他是经不住我心软 还是决定支援一下 一技能二接普攻 接二技能 他反手打我一下 但是大势已去 这点血量 有什么用 他下一血 坚坚单 这个英雄的二技能 他有一瞬间的霸体 可以用他来躲避控制 就比如这里 真好用 好不容易有了献权 抓紧来支援 二技能接一技能 可以把它串回来一下 而一技能接二技能 攻击力比较高 然后配合杨姐 拿下了这个火舞 这是我觉得 不放大招的时候 一个比较实用的小连钟 七手二一 然后一二 再开启大招 恢复一下能量 再接个一二 直接拿下满血的火舞啊 不愧是我 这里发现对面打野才选 直接二技能接闪 再接个二技能 跟上接一技能 再接一技能 操作了一地的金毛 但是还有机会补救啊 血塔二一 拿下人头 二技能潇洒离去 我就说这英雄适合打野吧 两段二技能是一个比较长的位移 靠近 拿下后一 而且打野 荆棘刷的比较快 有了荆棘的支持 下起人来也是比较轻松的 这里两个一二技能 世界带走了对面接近满血的东风又呀 一技能 第二技能 是一个攻击的连招 然后两个二技能 有一个无法选择的状态 拉开距离 再使用两段一技能 是一个群体的攻击 还有控制 两连击破 通常就还没玩 对面的后翼 紧随其后 先不要着急上 在旁边等一下技能CD CD好了 两段二技能 进入无法选中状态 切到后翼 两个一技能 砸一下 带走后翼 再回头收拾这个状态 不怎么好的辅助 被刺杀呀兄弟们 再把正式做一错 节奏直接起飞 二技能入场 接一技能踹一脚 然后使用两段一技能 砸一下 控制三个带走一个 然后使用两段二技能 无法选中 撤出战场 好吧我承认不该撤的 再杀回来 拿下 游戏的 失败